OK Good morning 好 歡迎今天有新朋友加入 要不要在群組裡面了嗎 要不要來自我介紹一下 三群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做崇偉 崇偉 就是我覺得 就是從國中的時候一直去學習英文 現在啊 然後我發現我英文的進步最大的時機 反而反而去國外生活那幾個月 因為在國外生活 對對對 在哪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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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是我發現你一開始有環境不保護 然後就是很多的生活 就是語言的那個習慣 他又立科大哥到我台灣去 然後就是那個感覺 去了多久 去了一年多 一年多 我剛剛也滿久的啊 對 可是 可是那個時候就是 就好不容易一開始 一開始就沒有講過 然後 然後兩個都只是交通在一起 然後跟他加附 我都忘記了 然後就是在那樣撞到家裡 然後不斷地跟個人去交通 下去交流 然後後來那又開始能夠 然後開始能夠真的用英文下去去思考 我的對話 應該一點好 可是那個時間 那又結束了 所以很難啊 然後幾年沒有講過 我覺得我又 又回到 對 所以我真的很想要把英文把它學好 所以你的目標是什麼 我的目標是 就是我希望 英文學習的目標 嗯 最好你做的通過什麼 然後我也 我也希望有一天 陪同聽我來 看看我的台 做演說 OK 好 感謝你 因為我的那個 欸有沒有人知道 蘋果的中文輸入嗎 怎麼切完 知道 有嗎 沒有 那按什麼 好像那個 有沒有ALT鍵 有 ALT沒有 它是Control 好像comment加空白還是Control加空白 comment加空白 沒有 因為它昨天不見了 沒有嗎 一直叫不出來 所以我現在只能打英文 它規定還是同學 他就是 進入英文思考模式 跟不能打中文 不讓我打中文 所以我從昨天開始 我的電腦不能打中文 我這個怎麼辦呢 我真的要打中文 我就手機打中文 然後寄到了Email 然後電腦把他打開來複製貼的 還是有辦法 但是就是要多一個手續 進入英文思考模式 那邊再注意 有一個法則叫Smart法則 因為現在沒辦法打中文 這個可以自己Google 就是有五個關鍵字 比如精準啊 這個可度量啊 時間性啊等等 Smart法則 那跟你的目標有關係 那講到你這個目標呢 其實你可以像那個全鋒 全鋒 全鋒來好消息 來告訴我們一下 什麼好消息 你考幾分啊 七百 七百四 七百四 來掌聲鼓勵 這樣 多一百分是九百七 那你是七月初的時候跟我講 你要考試嗎 對 對 對 七月初他跟我講要考試的時候 你那時候剛開始 還沒跟我要題目去練習的時候 你那時候目標是大概十百年 那時候 那個我覺得有七百就差不多了 是 第一次就目標七百了嗎 第一次 因為一開始前測的時候是五百 是五百嗎 五百左右 好五百 五百其實如果一個月進步五十到一百算很厲害 所以他前測了五百 然後正式考試喔 我們現在講的是正式考試 七百四十分 你知道嗎 那是進步兩百四十分的意思 你如果想講 我很認真在讀耶 對 對 但是別人死被認真 我坦白講 真的很好 那不過呢 有些東西這個是底子嘛 就是說你七百四已經很厲害了 坦白講 已經很厲害了 就是你要先肯定自己 那接下來你要挑戰八百六 再多一百二 多一百二就是多二十五題的意思 大概是多二十五題 今天十二月還要再考試 十二月還要再考試 繼續加油 那因為你用過快充的方式 那個月快充 那我的建議是 你接下來 就應該用細水長流的方式 有啊 我現在就是這樣 細水長流的方式 其中一個就是 用老師的部落格 閱讀的文章 在右手邊 同學也可以參考 在老師的文網站上 127888 然後在閱讀分類裡面呢 就有很多的文章 那這些文章呢 你如果寫進去 有西蘭三明治黑幫 所以它就有文章 然後呢 免費提供午餐 給艾樂的血統的計畫 被稱為三明治黑幫 OK 名字規矩這樣 那所以它就有英文的文章 然後呢 類似考試的題目 然後下面有 單字片語文法解說 然後最後再給你一個 中文的整個翻譯 還有答案 老師 你這個是每天都會上傳更新的嗎 這個沒有每天 但是呢 其實應該有五十八十天的話 對 那如果你真的看完了 如果你真的看完了 好 再問我 沒有 因為我現在都是看那個 新聞的報道 哪裡的新聞報道 柯柯英文 我把它 七六 五六五七月 複製就是抓下來 也可以 對對對 柯柯就它就會一直平行 對對對 我就是一直看 那如果你習慣了 那就OK 因為柯柯是剪幾字 它可以轉中文 對對對 那等一下就沒問題 那也可以 就一樣的概念 就是你去找這種東西 那這個好處是它還有主義解說 Hello This is Peter Law Glad to be on the air again for a long time I haven't spoken English actually 好 所以運氣好的話 你可以碰到賴士雄老師 這是賴士雄老師 親自為各位講解 因為因為 most of the time I have to deal with a lot of stuff that has to do with Chinese in this company I do have some chances to speak English Speaking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but make sure that your pronunciation is good is beautiful for example do not say whilings hele nothing more than whilings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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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more than feelings 千萬不要唱 whilings heelings nothing more than whilings 那這樣唱的時候 當晚Ivy就會非常難過了 對不對 That's right This is Ivy and welcome to Ivy League I'm a wonderful English heelings OK 所以你可以聽賴老師幫你講解這個整編文章 大概半小時就會有時間 OK 賴老師偶爾會秀一段 他還很多段 他模仿那個菲律賓人的講義文章 超厲害的 超厲害的 好 所以像這種東西叫細水常流行 大概兩三天看一篇 如果你時間比較多 一天看一篇 我一天看五篇 我一天看五篇 他真的是用快充嗎 充五分鐘用兩小時 沒有 還有加Venessa給我的 還有Venessa老師給的東西 也是五篇 對 那你當然現在時間多多開心 但是我的建議喔 你千萬不要現在很有空看很多 然後結果九月一開學 就什麼都不看 還是會看 你知道那個落差會很大 它就會產生一個gap 奇怪 為什麼暑假的分數可以暴衝這麼多 然後結果九月一開學 然後結果都沒有接觸英文 很奇怪 我都可以進去 這很正常 因為你是用快充的方式 所以我的建議反而是 你現在呢 就是慢慢的balance 平衡一下 我們順便叫字根 到處都有字根 只能看能不能找到它的地方在哪裡 L-A-N-C 我現在可以打英文 只能打英文 L-A-N-C 有一個字根 來各位看一下 一起唸一下balance 然後後面有一個紙張 注意要把產名balance sheet 對 叫做資產負債表 資產負債表 沒有資產也沒有負債 因為它是水溢兩平的概念 所以叫平衡表 balance sheet OK 那各位看過運動寫的牌子 叫new balance 那為什麼balance 叫牌子很簡單 BA是BI 我們一代換代表數字多少 2 lank是盤子 所以兩個盤子 兩個盤子 兩個盤子 那兩個盤子都會想到十二星座哪個星座 所以平的好朋友 千比軸 所以再求一個平衡 對不對 叫balance OK 所以很有趣 很有趣 好 所以那個全鋒很棒 我覺得它從那個前測500分到實際考試740分 很厲害 非常厲害 所以它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老師 我想應該要做母音代換 母音代換很好 母音代換你可以在老師的網站上 好 第一個我們網路上都有之前的補課 你都可以去看 好看嗎 所以你只要打那個公益英語傳教室 就會找到我們的實際堂了 因為前面有講過 所以我簡單的再複習一下 在老師的網站上右手邊有一個劉鎮英文 是台中的前輩英文老師 那它有整理一系列的影片放在網路上 那這個是一百多年前德國的格林兄弟 整理出來的格林法則 那母音代換我們看一下段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劉鎮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單字記迷絕的第二講 在上一講當中 我們給大家介紹的格林法則 各位什麼是格林法則呢 就是它這個法則去解釋歐洲那些語言 是從簡單的字變成複雜的字 這些簡單的字經過一些聲音的改變 而變成比較複雜的單字 一旦我們懂了格林法則之後 各位你去了解複雜的單字 去記憶它的時候就會顯得比較容易 那麼全部的法則一共有四個 老師上次介紹的第一個 就是古音的轉換 A E I O U A E I O U OK 需要的話可以先拍下來 我們先一下A E I O U Y 更 A E I O U Y 所以五個母音還有一個Y叫半母音 Y還有哪三個法音 所以各位有印象很好 不過還是要再複習一下 不然會忘記 Y總共就三個法音 Y E I E I 寫音標給各位 A Y E E A 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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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 I E I I O U 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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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I I I 雙母音 平常我們用愛 再來清一下YYY也一愛 跟YYY也一愛 用滑書寫字讓我想起早上我們在練那個寫字 在我的Facebook上面 我買了一本書 心經的鋼底字的書 還滿有趣的 它裡面講說靜心寫字 就是寫字 每天寫字10分鐘練習平靜的心情 上個月就買了 一直沒空寫 今天早上剛好有時間拿出來寫一寫 還滿有趣的好 好 所以Y的三個也一愛 好 這樣OK嗎 當然如果你課後 你希望再去看更多嗎 可以請問一下 上次有提到說 多益可以靠聽力多難一點 是 那要怎麼樣可以提升 聽力嗎 OK 好 好 這個本來是多益專門課講的 不過既然你問到 我就很快講一下 好 但如果有興趣 禮拜二 晚上跟禮拜天早上 對廣學院都有多益的 好 可是我現在不能答中文 那我打英文找找看 有幾個重點 我很快講一下 第一個在聽力方面 當年同學常碰到的挑戰就三個 轉光就這三個 我已經幫你總結了 好不好 第一個叫單字片語 就是你的智慧量跟片語 舉例 譬如說call C-A-L-L call叫做什麼 來 隨便講 call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我小時候的一首 定語配樂 call是什麼 叫 還有嗎 call 打電話 call me tonight call 還有嗎 還有名字跟被稱為 譬如說 it is called 被稱為 什麼什麼什麼 OK 還有嗎 譬如說最近有一個游泳選手 他很可愛 就是很自然的跟大家互動 他用了洪荒之力 台灣人叫吃奶的力氣 他用洪荒之力 有沒有 It is called 洪荒之力 那女生叫什麼名字 大家可能會不記得她的名字 但記得洪荒之力 所以譬如說稱為或被叫做 他叫什麼 他這個名字比較沒有影響 對他的表情比較有影響 好 這是第一個單字片語 就是說call 如果你只是被call叫做打電話 那你對call的理解太片面了 好 那怎樣會比較完整一點 用老師給你的網站 然後你把call打進去 加一個空格 這時候你有沒有發現一串什麼 call的pin就出來了 call forward call on call off call off call in call out call back call on call at wow 原來考試有這麼多call 至少八個 至少八個 所以剛才同學說這個 去澳洲一年回來沒有用就慌慌了 真的很正常 我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2000年的時候 哇 那是我這一輩子英文最好的時候 一天可以讀三到四本原文書 各位 一天啊 一天 早上9點讀到晚上9點 有時候10點 一天讀三到四本原文書 回來台灣16年之後 一天剩一本原文書 所以剩25%的戰利 但是比起一般台灣人來講 一天可以讀完一本也算快的 所以你看就是要那個落差 所以拳風 我剛才提醒那個落差就在這裡 就是你一直唸一直唸的時候 你就會碰碰碰 所以突然會碰擊 但一旦代謝之後 就會慢慢慢慢的好 好 所以call of the變化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你可以注意三個 同學在聽力比較容易碰到問題 但是便宜啦 速度 速度要用333 慢速 中速 快速 慢速 就是慢速朗讀三次 中速朗讀三次 快速朗讀三次 叫333 OK 接下來你再回來重複聽考題 你就覺得它變慢 其實它沒有變 是你變快 就是練朗讀的速度 然後最後一個槍調的問題 可以透過voice tube voice tube OK voice tube voice tube 我們應該要通過這個網站 voice tube 好 你有下載voice tube的手機軟體 請舉手 不多 請幫我講 每天聽一段影片請舉手 聖意味 有錄音過幾句 說聖意味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它多一個考740 對 因為它有用嘛 所以就有用嘛 就是這樣 你下載了沒用 你沒下載了沒用嘛 好 那錄完之後有什麼心得 你下載了 選方 你說哪一個功能 voice tube 錄音 錄音喔 錄音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比較有用的是 它的很多 它有很多資源 資源 而且它是不斷的在更新 是 而且它更新之後 它還會Line做 就是新的影片上傳 對對對 通知你 沒錯 他們更新速度都是蠻快的 聽說他們的網站 是他們的執行長叫Richard 因為我兩年前就跟他們有接觸 Richard 一個人 一個禮拜把它寫出來 超牛逼的 就是工程師 但是工程師處理起家的 然後後來他們說這種 超厲害的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要跨國企業了 要跨到越南跟日本 這個模式複製到越南跟日本 那我說為什麼不去照報大陸 他講了很多原因 我聽完不要去 OK 所以越南跟日本 這個模式 因為有一些這個屬性的關係 所以這個各位要好好利用 他有很多不同的槍 像這邊有分類啊 多益幾分幾分幾分 有沒有 然後頻道啊 不同的頻道啊 好 然後口說 但現在連口說測驗都有 然後還有一些社群 學習英文的 有時候學英文 你為什麼我們要有實體課 因為你一個人在家裡讀會怎樣 對嘛 會偷懶嘛 我先來看個HBO好了 然後就會自我安慰說HBO也是講英文 對 所以你去看中文字幕 也只講英文嘛 我看兩小時電影多少應該有點效果好 其實那個是Port of Fun 就是好玩的效果 大於學習效果 也是有啦 不過不多 這是第一個 你可以注意的這個部分 但是完整的 我建議還是去上課評分比較完整 因為我們12檔課完整介紹 全風有去當過宿教 對 那個細節 有很多的細節要注意 來 前提 還有一個前提 前提就是全風 為什麼可以拿740的原因 500跳740進步200多分 就是他一直練習 其實你聽在桌理論 老師講這些技巧 都沒有練習都沒有 都沒有 一定要練習 那練習老師有送體褲啊 各位有嗎 Google 多益700真簡單 多益700真簡單 就會找到我的網頁 把資料系統就給你提供了 就這樣 好 好 我們先回來資根的部分 上禮拜因為有後面拳光跟Danny講解 所以我們上禮拜沒有把內容看得很仔細 所以這禮拜我們還是第18 那幫各位複習一下內容 還是第18 來 我們清理一下quiterials 其實我們是用點線面的概念 什麼叫點線面呢 雖然這堂課主要講是跟這個點 可是你把這個點學透了 慢慢它就會融會貫通變成一個面 變成線 然後再變成面 譬如說你看 開頭就問到 多益怎麼準備 請問多益準備跟單字有沒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 因為單字貫穿在裡面 我們是從點開始然後變成線 所以單字發音聽力閱讀口說寫作 它就會全部傳出來 會整理整個面 好 那像同學剛剛說的 他出國去接受每天聽英文 然後開始習慣英文的思考模式 我在英國唸書的時候 大概三個月的時候 做了一個英文夢 有講過嗎 I am an English trainer 你在國外人家做英文夢 就是在夢裡面 大家都講英文 做過這種夢 請舉掌 你的夢裡面 大家都在講英文 這個厲害吧 三個月左右 你花了三個月 那我夢到什麼 我夢到我跟博士班 因為我念碩士 我跟博士班 我們教授太忙了 所以他沒空 只好把博碩士一起教 所以他就幫我們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一則以洗 一則以憂 整個事 他就幫我們當博士要求 憂的事 壓力很大 所以每天都要討論 每天都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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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念碩士 你討論的對象是博士生女 那你的壓力是滿大的 不過他們其實人都很好 他們提供很多資料 都沒關係 你先看這個 怎樣怎樣的 那因為這樣子兩三個月之後 結果我做了一個夢 就是夢到我跟這群博士生在討論東西 就這樣 討論了一整晚 然後醒過來 可能就有點累 但是我就醒過來說 I had an English dream 就在夢裡面 我這輩子第一次全英文的夢 No Chinese 那為什麼通常是 Chinese 因為夢裡面的人全部都老歪 怎麼沒有人會講中文 那我當然潛意識就跟著講英文嘛 結果就從那第三個月開始 我幾乎忘了我會講中文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經驗 我不曉得你在澳洲有沒有這個經驗 就如果你身邊沒有人會講華語的話 因為我刻意把我自己跟台灣人的學生團體切開 因為他們常常出去玩 我知道我是去玩的 我是去拿學位的 因為一年過了 你如果論文沒有過 沒有學位就是沒有學位 沒有任何補救請會 過了就過門 廢勞就是廢勞 沒有任何 因為像台灣還可以補一下什麼呢 還是怎麼樣的啊 沒有 還是延一年 台灣你可以休學 可以辦什麼 國外沒有 廢勞就廢勞 你就重新申請一次啊 全部重來一次啊 如果你真的沒有拿到學位 就是出國玩的一年的感覺 就這樣 所以那是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很清楚我的地位 那個公子哥 因為回去 我們同一批進去 九月份進去了 有一個公子哥就開著跑車在校園裡面 紅色的 我忘記什麼車了 但你知道 那是公子哥嗎 我不是公子哥嘛 真的嗎 好好認真讀書 所以我故意切割 結果後來三個月之後 做了一個英文夢 結果後來我就忘記我可以講中文 非常有趣的這種體驗 一直到 一直到 因為我身邊變成都沒有會講中文的人 一直到我要回台灣的前一個晚上 非常好笑 因為我的心中 頭腦裡面閃過一句話 因為隔天要搭飛機要回台灣的 閃過一句話叫 I should call my mom OK I should call my mom 然後突然他翻成中文 我應該打電話給我媽媽 然後我就嚇一跳 哎喲 我會講中文 這時候我才脫口人出中文字 你中間都沒有打電話給你嗎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很少 很少被發現了 對不對 幾乎沒有 因為那時候跟媽媽 老白講不是很熟 我中間有一段歷程 我是25歲到應該說25歲之後才開始跟我媽學會溝通 對 所以Tim算是不錯的 乖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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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個歷程 這有個歷程 所以以後有空再講 所以這個 但是有一天恐怕算了 然後神經被打通了 結果媽媽很辛苦 應該怎樣怎樣 所以就通了這樣 在那之前完全不是這樣子 完全不是這樣子 就是很鬼 鬼就對了 好 這有空再講 好 所以突然跳出一句嘛 I should call my mom 很詭異 很奇妙的感覺啦 好 所以各位 所以大家怎麼說情境這麼重要 我們有推薦過那個Toastmaster 通華民國營演員長協會嘛 可以去參加 可以去參加 您有去參加過嗎 沒有 就是 上次問誰有去參加過 都沒有 你不是說你有參加過 那你是參加中文的 好 OK 那中文跟英文就是語言的差別而已 OK 好 所以是訓練演講 他還有日文 還有客家話的 如果你想學一下的話 還有台語的 對 早上我在下載聖經來聽 突然心血來潮 可能都下載一下 因為我早上寫心經嘛 寫完心經 聽聖經 其實他的精神是相同的 我任何不關什麼記憶 他的精神是相同的 然後就下載到廣東話的聖經 然後我本來以為是普通話吧 然後就聽了一段奇怪 怎麼怪怪的 聽不懂 原來是廣東法來的 聖經 好 聖經天天聽 厠祥傳說 《創世紀第一章》 初事記第一章 《祷天地》 地是空虛混沌 冤冕厚厚 十的零我混沌在睡眠上 請問我看中文聽廣東話 可不可以順便學一些廣東話 也可以啦 Why not? 有沒有 空虛混沌 他在講聖經創始體 我本來是想聽中文英文的 就找到廣東話的 所以本來這裡是Gregarious Gregarious 上次有講過Gregarious 所以group 合群的 來例句 My dog My dog probably was a gentle gregarious will be a seven year old of means heritage 下面 gregariously 再來 gregariousness 所以LY是副詞結尾 NESA是名詞結尾 所以自為決定辭息 自首決定辭义 我們是今天講過的 172 Gynecology Gynecology 又有人唸Gynecology 我們上次有查海詞吧 來看一下 在這兒 來聽一下 Gyn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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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名詞 Gynecology Gynecology 因為去語本來就有跟著兩個白音 上次也有講過 一句 I suggest you go I suggest you go to gynecology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Gynecology 是 judgment 下次了 Gyn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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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在 coordin熟 레� deyr Gyneco 以前用 有用過電腦 DOS 系統 請舉手 可是跟我差不多年輕 請放下 因為以前用 DOS 的時候 你要 copy 一個檔案怎麼 copy 下指令嘛 COPY 來源路徑跟目的路徑 所以就是 COPY 控格 C 斜線 WINDOWS 斜線 SY SDN 斜線的資料夾還沒打完 這個是來源 然後在目的 C 幫他寫線 就打很長嘛 然後打完之後 ENTER 就 BAD COMMAND 叫指令錯誤 為什麼 因為中間只要打錯一個字 那就 BAD COMMAND 所以以前用 DOS 這個是很煩 像現在 Windows 的右鍵複製傳送很快 這個非常快 所以 PATH PATH 這個叫路徑 在電腦裡面也是用這個字 那當然走的路 現在這個實體的路也是這個 那現在這個什麼 寶可夢 是不是 好 這個它有路徑 我早上再看一個影片 搭307公車抓神奇寶貝 這50字喔 這50字喔 哇 你這個也知道 好 就聽人家講的 你看 所以 大家307 這個算是合法的示範 因為寶貝真的是不合法 會違規的 所以路徑 那個虛擬的路徑也可以 然後接下來感情 因為它跟熱情來的字 PASSION PASSION 有關係喔 它跟熱情有關 那最後第三個叫疾病 所以它有三個字跟 道路 感情 疾病 那這個PASS是S 這個PASS是TH S跟TH怎麼可以換呢 在下面 TDSTH CHG 格林法則第一條 除了剛才那個抹音帶換之外 還有另外四條格林法則 這一輩子要趕快把它記下來的 需要那個手機桌面請找Yahoo索取 這個群組應該就完了 對啊 因為我們有新同學 OK 那我們現在也這個 在訓練種子講師 今天是誰要講的 Yahoo還有 這個Yahoo嗎 Yahoo需要多久時間 很短 很短大概兩小時 半小時 半小時 OK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 待會趕快把這個講一講 好 所以172 跟婦女有關 173 呼吸 這又跟神有關啊 還是念一下 Inhale Hail 跟呼吸有關 這例句 We inhale We inhale The fresh hair 吸入新鮮的空氣 下面一個 Inh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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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是不是前面 在還沒開始上課之前 我們讓各位看了一個叫做 Spirit S-P-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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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ur Spur 這個是上一地 對人吹的一口氣 好 所以創世紀篇 我直接找聖經那一段給各位聽 廣東話 需要用廣東話嗎 不用嘛 就是神說有光於是有了光 然後其中跟人有關的呢 在 創世紀篇的 可能在下一節 創世紀篇的一座 終於是有其中 獨有全世紀篇的一座 聖經的一座 足啊聖經的一座 隔絨全世紀篇的一座 聖經的一座 聖經的一座 所以人都有神器 就跟佛教說人人是佛的意思是一樣的 是還能修道成佛 那所以Fur spirit 來自於上帝的一口氣 所以當人沒有了氣 就沒有了生命 就沒有了靈魂 所以為什麼在國外的那個電影裡面 他說成歸成 土歸土 因為人本來就是土來的 這個是聖經的說法 那有另外一個字跟在這邊 Hume 來請人家Human Beings 不是叫人類嗎 Being 其實是神 所以你看大B是神 小B是人 那這跟那個大陸的說法有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 但大陸說牛鼻 是不是跟那個B有關我不知道 剛好都有B 所以原來大B是神 小B是人 這是神學裡面的說法 Being 在神學叫做存在體 存在體 我們現在是人的存在 當我們人的存在消失了 變成什麼 變成靈魂體的存在 那靈魂體的存在 如果在心靈課程當中的說法 說我們本來都是一體的靈魂體 所以後來慢慢變成了分散的靈魂 所以就是共通的這個叫做磁場 或者共通的宇宙能量就對了 所以有同學那個身體不舒服 有一個東西叫常生學 因為講到順便講一講你自己Google 常生不老的常生學 可是不用吃藥 它是氣功 其實在美國叫人電學 原理很簡單 宇宙有能量 我們人類是電線 其實就是靈魂體 就是承載能量的一個電線 所以你就是引導能量經過你的身體 然後當你的身體能夠很快速的 被能量經過的時候 表示你身體很好 當你的身體能量過不去的時候 表示你身體不太好 就這樣 所以回來 身體是human beings 那第二個叫施 為什麼是施 因為施的土才能捏 乾的土捏不成 那最後一個是 humiliate humiliate叫羞辱 把一個人踩在哪裡 地上 踩在地上就是踩在土上的意思 所以humiliate跟土的字根有關 結論 hum這個字根 有土跟屍跟人有關 所以就是土是屍的才能捏成人 就這樣 那這個來自於聖經的典故 神按照祂的形象捏出那個人 就這樣 OK 所以下面來自訂一下 inhalent inhal inhal inhaler inhaler 那inhal是吸 那exel 那就是什麼 土 所以吸氣跟土氣 吸氣跟土氣 好 再來 那比較白話我們用 breathing breathe out breathing breathe out 國外有個心理潛能大師叫安東尼羅畢 Tony Ravings 或Anthony Ravings 然後他就有一個那個 孕律健身的方式 就是吸四次 土四次 吸四次 要配合走路 然後順便在這個孕律健身的過程當中 還可以加上你的incantation 這個是我在負債百萬的時候聽的東西 十幾年前開導公司的時候 那時候呢 當你負債百萬的時候沒有任何理由 反正就是學習就對了 所以只要一場演講裡面 一句話對我有幫助就滿棒 人的那個觀念跟態度會改變一些 inc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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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要搭配你的incantation 就是你的這個 每天早上的自我催眠 我是最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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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要念成我是最棒的 發音要不要走 剛才賴老師說 feeling 不是viyarine viyarine是歌載七百分 來 174 你聽一下 Helical Helical Vishato We shuttle the passenger to the city center by helicopter 下面Helicline Helicopter Helicopter 直升飛機 直升機 OK Shuttle Helicopter 本來是什麼你知道嗎 Shuttle B本來竟然是 庇護手 是庇護手 B的嗎 庇護手 庇護手 是shelter 小心喔 不一樣的 像 對不對 你講的是上帝是我的庇護手 Amen shelter 小心喔 很像 你講的是這個 所以覺得說你可以把這個字寫到那個字旁邊 當成什麼 混淆字 混淆字 所以我們在整理單字的時候有四大群組 叫做哪四大 我不能打中文 我不能打中文 我用口語講給你聽 同意字群組 反意字群組 詞類變化群組 混淆字群組 總共四個 所以平常你有沒有整理這個群組的習慣呢 如果沒有 考試你一定不上 因為看就看不懂 平常你都有整理這幾個群組的習慣 你考試就很容易分清楚 好 舉個例子 比如說這個也是我們常講的 第一個就是唸一下quit 戒除停止 下面quit 小卡 再來quiet 最後quiet 這四個長得都怎麼樣 都很像 沒有完全一樣很像 但是你考試乍看之下幾乎都一樣 所以像這樣就很容易混淆的男子 第一個戒除 譬如說戒焉quiz monkey 同意字群組 反意字群組 詞類變化群組 混淆字群組 那我現在舉例給各位的就是什麼 混淆字群組 所以雖然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在學單字 其實我們已經在準備什麼了 同學 同學 你剛剛問準備什麼 獨一啊 對 其實我們已經在準備多一了 這個就是準備多一的其中一個基本功 就你碰到群組都要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分清楚 OK 好 因為同學問多一了 所以我們就再講一個多一吧 請問 雲雲應該不陌生吧 是第一回 對 第一回線上題目裡面的 來 四個看你分不分得清楚 因為四個都不一樣 Kitty的表情就是說 四個都一樣 都不一樣 好 一些時間 對 來 請問一下 第一個叫Sometimes 第二個Sometimes 第三Sometimes 最後Sometimes 很微妙的不同 好 那個台語叫Vivio 日文也叫Vivio 微妙 微妙 英文叫Suttle Suttle 很微妙 微妙 是 台語會講Vivio嗎 好像比較大 無上聖聲微妙法 那個微妙 其實那是佛教的開經節嘛 雅悟 開經節 有人家講嗎 無上聖聲微妙法 因為早上在寫西經嘛 前面有寫 無上聖聲微妙法 千百萬節 是嗎 來 我不能打中文 不好意思 不然就可以Google給你們看 就是聽說那個開經節 這個千百萬節什麼 意思就是說你終於有 可以碰到這個機會來讀這個經 然後願節真實意 然後Google一下 無上聖聲微妙法 微妙法 那有沒有人知道這個開經節 聽說是誰寫的 沒有 聽說是五折天寫的 五折天啊 因為五折天就當過女工啊 所以他在寺廟裡面 修佛修了一段期間 然後他寫了開經節 就聽說是他寫的 不然真的假的 好 要不找到了嗎 來 唸一下吧 如上聖聲微妙法 百千萬節 按照於文經見聞的受詞 願解如來真實意 這在經文的前面都會有 聽說是五折天寫的 聽說 好 所以微妙 這四個很微妙 所以Sometime 是什麼 一些時間 一段期間 那用法非常簡單 你會發現如果我只給你這四個 你一定搞不清楚 但我如果把它的用法放上去 你就會稍微比較清楚一點 譬如說 停留一段期間 你們要去韓國玩啦 請問玩幾天 四點 OK 所以你可以照句啦 We will stay in Seoul for some time 停留一段期間 OK 那第二個可以聽一下 Sometime Sometime 我現在沒辦法打中文 不好意思 自己寫 這個叫某時 某時 找個時間 上次我在信義區碰到我大學同班同學 我們一起是轉學生考試進去的 所以我們六個轉學生比較熟 然後呢 我就說 何同學好久不見 大概十年沒見 然後在信義區碰到 然後說 同學好久不見 英文叫 Let's get together sometime 我們找個時間怎樣 聚一聚吧 就距離那一次到現在又過了八年 對 但在Facebook上面都有看到訊息 對不對 就從大學畢業到 他已經有結婚生小孩了 到後來我們說 Let's get together sometime 到現在我已經放過結婚一個小孩了 又過了八年了 所以某時 sometime 不確定某一個時間 那第三個是各位應該蠻熟悉的 頻率副詞 來聽 頻率副詞有哪八個常見的 好 所以八個常見的 八個常見的 never ever never 好 所以最後四數 你聽一下 sometimes OK 好 我們接下來找剛才那八個 所以這個你可以拍一下 好了嗎 因為很多人我們要快速複習 所以你可以直接拍會比較快 然後如果你到群租裡面去 其實同學應該也都有分享 之前上課的資料 你就去翻一翻文章區 或者是相簿 像這個 100%到0% 100%到0%常見八個 當然不只這八個 所以第一個這八個你熟不熟啊 如果你很熟 你當然就很快可以反映出它的用法 好 那請問為什麼有三個是紅色呢 否定 否定會在考試的時候跟附加問句一起出現 正負負責 我現在講的都是多一題目 所以其實雖然我們表面上在講單字 其實已經在準備多一題了 因為裡面都是這些東西 內在的含義 好 我們再講一個就休息一下 待會下半節的前半段 現在讓雖然講 17517年3 Hesitate 必須於 Don't hesitate Don't hesitate about that Do it at once 叫做 Just do it 好 做了再說 Master 最近剛接受論文的洗禮 不管是寫論文或是口試的洗禮 請問想半天有用嗎 沒有用 怎麼樣 就寫了再說嘛 寫完第一次草稿不滿意就改第二次 寫完第五次不滿意改第八次嘛 寫完第五次不滿意改第八次嘛 寫完第八次你改了幾次 那我就改了這麼後一疊啊 各位 所以很正常嘛 很正常嘛 就一直改一直改這樣 那時候我非常幸運 因為那時候那個 我不是講我從英國嗎 從念書 那時候英國其實我提前回台灣 因為我乾爹的那個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他在台大交換地方 後來我就回來了 回來照理講我是不能畢業的 坦白講我是不能畢業的 因為我提前來回來 但是我的教授對我非常好 那為什麼他會對我非常好 因為我前面用功一陣子讓他看到 我可以認真達到他的要求 其實我本來是全班倒數第二名分數 我跟各位講坦白的 雖然雅思考7.5分8分 所以我考試成績跟到現場去念書 又有一段天差地別的落差 你去過國外就知道嘛 需要半年一年的時間去吃 那後面非常幸運 我的論文是怎麼寫出來的 我說老師這個人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我學位可以不要 但我一定要回台灣 就是這樣跟他講 那因為前面我很用功 所以他說OK GO 他就叫我回台灣 回台灣之後我乾爹的事情 後來我乾爹5月23號過世了 過世之後我就一樣把論文寫完 然後E-mail給我的老師 我老師在英國幫我把論文印出來 拿紅筆一次一次改 一次一次改 一次一次改 改完之後印一疊給我 然後包裹寄來台灣給我 包裹空運來台 包裹沒有留下來有點可惜 包裹寄來台灣給我 然後說Gary放心 學位的事只要你把論文寫完 我會盡力幫你爭取 他說他會盡力幫你爭取 其實我那時候不在乎學位的事了 反正就已經回來了 然後最後我就去台大 那邊就把我的資料改完 然後就印金裝本 下次我帶三本來送各位好不好 因為上次印了十幾二十本吧 那五本他寄去英國還留了幾本 雅虎是不是有一本 沒有 沒有嗎 下次上一本 好 Mesca也可以有一本 因為他們幫了很多 那那個論文就這樣一本 然後印成金裝本寄過去 然後神奇的事情 我講完神奇的事情 我們可以休息一下 十二月要審論文 十二月 沒有 英國沒有口試 他們就審論文而已 那一月份才會知道神論文的結果 結果我在我乾爹的生日 跟我的生日的中間 我生日是十二月二十二 我乾爹生日是十二月二十五 我在十二月二十三號還是二十四號 收到一個E-mail 就是我們的願祕書 因為我在那邊跟大家都相處得還不錯 很願意幫忙 所以大家都對我非常好 我們那個願祕書就寫一封E-mail告訴我 然後給你 論文已經審核完畢 你們這一批說事生 然後你們的通知一月份才會發出 讓我先偷偷跟你講 你的論文過了 就這樣 對 那個願祕書跟我講 好 那很妙的是 就在我知道收到這封E-mail的前一天 還是前兩天 我做了一個夢 我又做夢了 I had a dream 我夢到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剛已經過世了嘛 對不對 但是我竟然在前兩天夢到他 按電鈴 然後拿兩盤Pizza 然後他說我們來慶祝吧 但我沒有專心聽他講這個話 我只是很開心 你回來了 然後印象很深刻 我還騎摩托車你知道嗎 我還載他去逛夜市 逛夜市 然後後來就吃了一盤 他很開心 那等於醒過來 我怎麼做了一個這樣的夢 然後各兩天收到一面 超酷的 如何解釋Kili 我無法解釋 我認為無法解釋 信則有不信則無 所以這是很神奇的一個過程 所以當你經歷了這個過程 你就會 你看電腦叫我休息 你會覺得還滿有趣的 OK 來 休息十分鐘 待會兒等假護表演